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hotoshop的幾個應用的領域 其實Photoshop它老實講越做越大 它能夠處理的東西真的也是越來越多 那麼因為它什麼都要做啊 你知道嗎Photoshop也可以做3D 是3D模型喔 不是只有材質喔 這裡是沒有寫的 因為它後來也有 我們看一下這裡 你看上面這個選單 有沒有看到有3D 它也可以完整的 所以其實我有準備 如果你要玩3D它也可以用 因為3D現在也是我們設計裡面的一個元素之一 你不要想說我就全部都要用3D 不是那個意思 而是說我們做的作品 平面的包裝的 也可以有3D的元素進來 你可以常看到 那麼它除了這種影像的最重要的 Photoshop主要是在做影像合成 這是它最核心的 那影像的處理也是我們所有 不管你是視訊也好 做電影啊做這個包裝啊平面印刷 反正所有的東西跟視覺有關的 都要做影像合成嘛 對影像的處理 那後來呢 因為網頁的盛行 所以它也可以做網頁 那當然它也有很不錯的筆 那影像管理也可以 甚至它也可以做GIF的動畫 GIF動畫也OK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能夠跨的領域很多 因為它是所有的基礎 所有的基礎 那麼了解這樣的之後 首先第一個你要了解一下 什麼叫色彩模式 色彩模式 像各位平常把Focial打開之後 哪裡有色彩模式 你看一下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模式 就是這個 你可以隨便開一個影像沒有關係 那麼要跟各位強調的是說 這個地方啊 你真的要做的時候 要怎麼樣才能用到全功能 就要用所謂的RGB模式 這個才有辦法用到Focial的全功能 你如果切換成像印刷 最常用CMYK CMYK 它就會有某些功能不能用 某些功能不能用 因為它有些是只有針對那個 才可以做的 那原則上呢 其他我們平常在用的 還是以八位元的這個色彩為主 八位元的色彩為主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先了解一下它的色彩模式 這裡有沒有 主要我們平常比較常看到是這兩個 那麼如果各位用的是GIF 你會是索影色 因為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講GIF 最少兩個顏色 最多幾個顏色 如果你不是很確定的 256 也沒有別的答案 我可以隨便來抽一個嗎 不能抽一個喔 我抽一下好了 健全 你有沒有檢查嗎 哈哈哈哈 來來來 GIF最多可以幾個顏色 你覺得剛剛同學講的可信嗎 還是他們在害你 哈哈哈哈 沒有我剛剛很想說是256 真的齁 對啦真的是256 哈哈 你剛剛嚇到齁 來沒關係沒關係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因為Photoshop裡面 如果你拿一張GIF打開的話 你會發現它 模式這邊 是在所謂的 那個索影色 因為它最多只有256 所以如果你要編輯 網頁上的GIF圖上 你要有比較豐富的功能 你要記得把它換成RGB模式 這樣了解 好 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開起來之後是什麼 你看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我打開之後 這裡有東西 它有沒有告訴你 你的色彩模式是什麼 幾位元的 所以呢 今天你去找一張 各位可以比較一下 你去找一張什麼 GIF 我找一張GIF Dog GIF 好 找這個 我把它儲存 欸 另存 這個是透明的 有沒有 這是GIF 所以我把它存起來 我放桌面上 好了 那我來把它打開 這裡 把它丟到這邊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上面顯示什麼 有沒有縮影 所以你如果 欸 你打開了就馬上編輯 你會發現 哇 奇怪 我怎麼有些功能不能用 你有沒有注意到的 有沒有發現 很多功能不能用 但是你把它轉換一下 RGB 有沒有 全部功能都可以用的 大部分都可以用的 這樣有了解了嗎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你要拿影像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部分在佛校裡面 通常是會拿影像來做處理 不會比較少 無中生有 除非是你打字啊 或做一些其他的 大部分都是拿不同的影像來做合成嘛 這樣了解齁 所以你在拿進來的時候 這個色彩模式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留意一下 那麼 剛剛呢 各位已經把我們佛校打開之後 我先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課程有介紹到佛校怎麼用 有 好像有學過 好像有嘛 所以太過基本了 我好像不用講吧 好 那如果我等一下講的 你發現說 這個 好像 老師以前沒講過的 你再叫我STOP 我會再說明清楚這樣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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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